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法依中华民国宪法第137条制定之 本法为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制规定 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国防已发挥整体国力 建立国防武力协助灾害防救 达成保卫国家与人民安全及维护世界和平之目的 第三条 中华民国之国防为全民国防 包含国防军事 全民防卫 执行灾害防救及与国防有关之政治 社会 经济 心理 科技等之间 间接有助于达成国防目的之事物 第四条 中华民国之国防军是武力 包含陆军 海军 空军组成之军队 作战时期 国防部得因军事需要 臣请行政院许可将其他依法成立之武装团队 那入作战序列运用之 第五条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应付应宪法 效忠国家 爱护人民 克尽职责 以确保国家安全 第六条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应超出个人 地域及党派关系 依法保持政治中立 现役军人不得为下列行为 一 担任政党 政治团体或公职候选人提供之职务 二 迫使现役军人加入政党 政治团体或参与 协助政党 政治团体或公职候选人举办之活动 三 于军事机关内部建立组织 以推展党务 宣传政见或其他政治性活动 现役军人为反潜项规定者 由国防部依法处理之 第二 张国防体制及权责 第七条 中华民国之国防体制其架构如下 一 总统 二 国家安全会议 三 行政院 四 国防部 第八条 总统统帅全国陆海空军为三军统帅行使统帅权指挥军队 直接责成国防部部长 由部长命令参谋总长指挥执行之 第九条 总统未决定国家安全有关之国防大政方针 或未因印国防众大紧急行事得召开国家安全会议 第十条 行政院制定国防政策统合整体国力 部导所属各机关办理国防有关事务 第十一条 国防部主管全国国防事务 应发挥军证 军令 军备专业功能 本于国防之需要提出国防政策之建议 并制定军事战略 第十二条 国防部部常委文官职 掌理全国国防事务 第十三条 国防部涉参谋本部 魏部长执军令幕僚 及三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致参谋总长一人 呈部长之命令 负责军令事项指挥军队 第十四条 军队指挥事项如下 一 军队人事管理与勤务 二 军事情报之搜集及研判 三 作战序列 作战计划之测定及执行 四 军队之部署运用及训练 五 军队动员 整备及执行 六 军事准则支支班级作战研究发展 七 获得人员 装备与不给品质分配及运用 八 通信 资讯与电子战之策划及执行 九 政治作战之执行 十 战术及技术督查 十一 灾害防救之执行 十二 其他有关军队指挥事项 第三 章 军人义务及权力 第十五条 现役军人应接受严格训练 克遵军中法令 严守纪律 服从命令 确保军事机密达成任务 第十六条 现役军人之地位 应受尊重 其待遇 保险 抚恤 福利 奖成 及其他权利以法律定制 第十七条 陆海空军军官 事官之教育 人官 服役 任职 考纪 以法律定制 第十八条 现役军人及其家属 后备军人之优待 及应有之权益 以法律保障制 第十九条 军人权利遭受违法 或不当期害时 依法救济制 第四 章 国防整备 第二十条 国防部秉持全班战略构想 及国防军事政策 之长期规划 并依兵力整建目标 及施政计划 审慎编列预算 第二十一条 国防兵力 应以确保国家安全之需要而定 并依兵役法令获得之 为维持后备力量 平时的依法召集后备军人 施以教育训练 第二十二条 行政院所属各机关 应依国防政策 结合民间力量 发展国防科技工业 获得武器装备 以自智慧优先 向外采购时 应落实技术转移 达成独立自主之国防建设 国防部得与国内 外职工 司法人团体合作 或相互委托 实施国防科技工业 相关之研发 产制 维修及销售 国防部 为发展国防科技工业 及配合促进 相关产业发展 得将所属研发 生产 维修机构 及其使用之财产设施 委托民间经营 前二项有关合作 或委托研发 产制 维修 销售及经营管理办法 另定之 第23条 行政院 未依应国防安全需要 得核准构建 紧急性 或机密性 国防工程或设施 各级政府机关 应配合办理 前项国防设施 如影响人民生活者 必法院得经院会决议 要求行政院 施令国防部改善或改变 如 因而致人民权益损失者 应依法补偿之 第五章 全民防卫 第24条 总统为依应国防需要 北一宪法发布紧急命令 规定动员事项 实施全国动员 或局部动员 第25条 行政院平时的 依法指定相关主管机关 规定物资储备存量 拟定动员准备计划 并举行演习 演习时的征购 征用人民之财物 及操作该财物之人员 征用并应给 与相当之补偿 前项动员准备 物资储备 演习 征购 征用 及补偿事宜 以法律定制 第26条 行政院未办理动员 及动员准备事项 应指定机关综礼制 第27条 行政院及所属各机关 于战事发生或将发生时 未应国防上紧急之需要 得依法征购 征用物资 设施或民力 第28条 行政院未落实全民国防 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之安全 平时防灾救护 战时有效支援军事任务 得依法成立民防组织 实施民防训练及演习 第29条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机关 应推广国民之国防教育 增进国防知识 及防卫国家之意识 并对国防所需人力 物力 财力 及其他相关资源 抑制全机 极策化办理 第六章 国防报告 第30条 国防部应根据国家目标 国际一般情势 军事情势 国防政策 国军兵力整建 战备整备 国防资源与运用 全民国防等 定期提出国防报告书 但国防政策 有重大改变时 应事实提出之 第31条 国防部应定期向立法院 提出军事政策 建军备战 及军备整备等报告书 为提升国防预算之审查效率 国防部每年应编撰 中共军力报告书 中华民国五年兵力整建 及施政计划报告 与总预算书并同送交立法院 前二项之报告 得区分为机密及公开两重版本 国防部应与每任总统就职后十个月内 向立法院公开提出四年期国防总检讨 第七章负责 第32条 国防机密应划分等级 其等级之划分及解密之实现 以法律定之 从事及参与国防安全事务之人员 应经安全调查 前项调查内容及程序之办法 由国防部定之 第33条 中华民国本独立自主 相互尊重之原则 与友好国家缔结军事合作关系之条约或协定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第34条 友好国家派遣在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军队或军人 其权力义务及相关事宜 应以条约或协定定制 外国人德经国防部及内政部之许可 与中华民国军队扶勤 第35条 本法实行日期 由行政院与本法公布后三年内定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